肥龍為腦簾打黑,自己更黑 前政務司司長許氏仁涉嫌收受身地 超過三千萬現金和無底壓貸款 被控八項控罪 有竅王之身的他,今次未必拆得到 64歲的肥龍,70年加入政府 77年時,還在廉署做過社關署助理署長 98年亞洲金融風暴時 當時他當財經事務局局長 與Donald任總聯手打大鱷 千禧年,決定離開政府 去做職金局做行政總監 三年後,就加入新地做特別顧問和九巴董事 肥龍和Donald打大鱷,更是朋友打大鱷 05年,賜買新地份工 重返政壇幫Donald打江山 不過他當政務司時,沒有入住官邸 反而住在新地的禮頓山 四千多呎單位,還說自己每個月交成16萬租 堂堂選特首時,更加擔任軍師 盡他竅王的任務 不過開始沒多久就突然退出 那時已經傳他被鱷念查 國時兄弟反面,有傳肥龍做兩個弟弟的軍師 雖然他不承認,不過大家都覺得他們關係密切 現在已經漁人了 沒禁止了 日本人最初 Impact 通關通活動 總監 在それ時,選擇 絡度 立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